上次我们看到南北国分裂之后 所罗门的儿子是罗伯安 上次,这是南国的第一个王 今天我们看到第二个王,叫做亚比亚 罗伯安做王17年 亚比亚他做王,只有做3年 之后,第三个王叫亚撒 这时候,北国的王,头一个叫耶罗伯安 耶罗伯安传给第二个儿子,他的儿子叫拿达 然后就被篡位了 篡位之后,就下一个王朝,就是巴沙 巴沙传给他儿子叫以拉,之后就被篡位了 辛利,辛利做王,只有做7天之后,又被杀了 之后,就是按利做王 那是北国,所以北国的王朝一直在更换 但是南国,都是大卫的后裔,一路到底 我们说,前面这三个,南国这三个王 罗伯安、亚比亚跟亚撒,这三个王 这段时间,可以说南国跟北国是互相为敌的 这是前面这三个王的特色 这三个王里面,只有亚撒被说是好王 其他前面两个,都行耶和娃眼中看为恶的事 有点奇怪,我们今天所看到这个例子 看到亚比亚,不是挺好的吗? 亚比亚跟耶罗伯安打仗 之前,罗伯安也跟耶罗伯安打仗 所以,罗伯安他一直不甘心国家分裂 所以,一直想要从耶罗伯安的手中,把北国夺回来 凭着自己的力量 可是,他还是没有认清楚,这个事情是出于神 既然是出于神 他其实不应该用人的办法、人的手段,把这个国家夺回 他真正要让这个国家重新统一 是应该要全国归向神 等到神的时候到了 他会让两个国家重新统一的 但是,他显然没有看清楚这一点 所以,他就一直跟耶罗伯安争战 这个是在前一章的15节里面有讲到 罗伯安与耶罗伯安时常征战 到了他儿子,亚比亚一样,继续跟耶罗伯安征战 亚比亚,在列王记也称为亚比秧 他是罗伯安跟马加所生的 马加的外祖父是亚沙龙 他其实是乌列跟塔玛的女儿 然后,罗伯安是所罗门的儿子 所罗门跟亚沙龙都是大卫的儿子 所以,这个是亚比亚 这次他们在喜马连这个山上发生战争 这个是在南国的边境附近 南边这里是耶路撒冷 这个是南北的边界 这个不是,离耶路撒冷不是很远 这在边界上,有一座山叫喜马列 这个南边,亚比亚跟北边的耶罗伯安就在这边战争 结果,亚比亚就说了一番异政此言的话 就呼吁北国的这些人,不要跟他们列主的神作对 不要跟他列主的神为敌 这番话都讲得非常的好 然后接着,但是北国的军队 他们就分成两路 一个是在他前方,一个在他后方埋伏 就来包抄南国的军队 结果这时候,南国的军队一看情况无妙 就向神呼求 然后祭司也吹脚,发出大的声音 结果这时候,神听见他们的呼求 就出来击杀北国的军队 结果,大大的得胜,杀了五十万人 然后,他们就占领了伯特利 甚至于往北边,到了耶撒拿,还有以法拉因 这几座城市,都被南国征服,占领了 所以这个边界,就从本来是在南边一点 就往北边推进,到了耶撒拿的北边 这个到底有多远? 其实不是很远 我们把温哥华地图套上去 你就知道,从温哥华的南边 从这个Marple那边,喜马联 一直推到哪里? 推进到北温那个地方 所以伯特利,就相当于在那个地方是哪里? 那个叫做Oppridge那一带 然后一直到Bernabe,到Downtown 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不是说很远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场战争死了很多人 这个雅比亚,他就是在呼吁他们,不要跟神为敌 他讲到北国,北国的状况就是 他们设立金牛犊 然后设立自己的祭司,设立凡名做祭司 但是在南国,他们是按着摩西的律法 就是有祭司、立位人的,还有亚伦的后裔 在那边负责献祭点灯,还有烧香,还有预备橙色饼 所以,这一切都是按着神的规矩来 所以,这是这场战争 我们现在看到有一个现象很特别 就是说,雅比亚 在列王纪称为雅比秧 在列王纪里面,对于他的描述完全不一样 在列王纪里面怎么说? 林晓恩帮我们读这个好了 雅比亚登基作有大王,在耶路撒冷作王三年 他母亲名叫马甲,是雅撒龙的女儿 雅比亚请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 他的心不像他祖大卫的心,成神实施地说服耶和华他的神 然而耶和华他的神,因大卫的缘故 人使他在耶路撒冷有灯光,叫他儿子借去他作王,坚立耶路撒冷 这个是列王纪对雅比亚的描述不长 主要就是这几段 这里对他的评价就是说 他行他父亲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 不像他主大卫的心,成神实施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 他行他父亲所行的一切恶,是什么恶呢? 他的父亲是罗伯安 罗伯安做了什么事,在列王纪里面是这么说 小恩继续 所欧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 犹大人行耶和华眼中抗为恶的事 犯罪出动他的愤恨,以他们列祖更甚 因为他们在各高纲上,各清脆树下竹台,必住下而募偶 国中也有团童,由大人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感触的外邦人 行一切可证悟的事 这个是他父亲时代,这个国家的特色 就是他们,这边没有说他这个人怎么样 不过讲到这个国家老百姓,在高纲上面,在清脆树下 竹台,立柱像跟木偶 所以这个就是拜偶像 所以在国内,有拜偶像的现象 同时也有这个卵童 所以这个等于是在罗伯安时代所行的恶 所以到了雅比亚的时候 他说,他行他父亲所行的一切恶 所以这些现象,在他的时代继续的存在 但到了他的儿子雅撒的时候 雅撒就不一样了 这边说,雅撒效法他主大位,行耶和华眼中看回正的事 从国中除去软童,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 所以偶像是到了雅撒的年间,才除掉了 他也贬了他祖母马家太后的位 因为他造了可真的偶像亚瑟拉 亚撒就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西旁边 只是秋潭还没有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纯诚实的心 秋潭还没有废去 这个秋潭是什么东西? 秋潭英文叫high place 是一个敬拜的地方,还有两种 一种是拜外邦的偶像,一种是拜耶和华的 所以,秋潭有可能是拜外邦偶像的地方 所以他这个地方,他说只是秋潭还没有废去 这个地方是讲的后面这一种 就是讲到拜耶和华的秋潭 那拜耶和华的秋潭有什么不对? 不在圣殿 因为神规定,只能在圣殿,在耶路撒冷敬拜 所以,这个等于是在野外自己要拜的 按着自己的方式 这是秋潭的渔基 这里有一个秋潭,后来被挖出来的 就是搭起来一个高台 在那边上面,旁边有阶梯上去 在上面敬拜,然后献祭 这个东西,虽然是敬拜耶和华 但这个还不是照着神的方式 但是anyway,他评价对亚撒是说 他一生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 亚撒那时候又,他说这个是历代之下 14章说,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 除掉外邦神的坛和秋潭,打碎住下,砍下墨 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主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 这里他除掉那些偶像,但他也除掉秋潭 这个秋潭是指,就是外邦偶像的秋潭 所以他是除掉外邦偶像跟他有关的一切 所以这个是亚撒 所以到亚撒的时候,他除偶像 可见在亚比亚的时代,这些偶像都在 所以亚比亚,圣经里面给他的评价是恶的王 可是第13章,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经节里面 我们看到亚比亚做得非常好,对不对? 那到底亚比亚,我们到底要相信哪一个? 有好有坏 有好有坏喔? 那总的来说呢? 故事必须来说 故事必须来说 这个谁像谁啊? 因为他这边,在那边不是对北国这样子叫嚣 可是其实他自己国内也没有办得多好事 但是他这边讲的是自己办得好的地方 那坏地方就没在讲了 而且他这个讲的话,其实有一些地方不是很准确 特别第7节 第6节 他无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 尼巴儿子耶罗伯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 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逞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 当时罗伯安还幼弱,不能抵挡他们 是这样子,是因为这个缘故吗? 不是 那是什么? 不是他自己也太骄傲了 小母子比他的爸爸还粗啊 对啦,你这个是从罗伯安那时候所犯的错误来讲 但是他这边形容好像说那些是无赖的匪徒 跟着耶罗伯安起来背叛 好像是他们非常不对 因为大卫家是神兴起的,前面有讲 所以好像说,耶罗伯安他们是坏人 实际上,你照前面看就知道说 这个其实是出于神 而且是神把这个国赐给耶罗伯安 所以亚比亚完全是不提这方面的事情 虽然老百姓也都知道 所以,亚比亚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并不是很准确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 亚比亚他所作所为 其实他行他父亲 罗伯安在他以前所行的一切恶 就是容许国中有外邦的神坛 驻向墨尔跟卵童 圣经里面,南北国的任何一个王 不论他在位时间的长短 他只要保留先王的恶,不思悔感 圣经对他的评价就是恶的王 所以,亚比亚他没有把他父亲 那个时代的一些错误改正 就是继承那个时候的所有的政策 在圣经里面看,就是恶的王 你说,好像没有看到他 特别他写他什么拜偶像或什么等等 他没有把那些偶像除掉 这个就是恶的王 所以圣经里面,甚至于像那个心力 心力作王,只做七天 只做七天 圣经里面就说,他行耶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 只有七天 七天,我在讲说七天 他可能连拜偶像的时间都没有,对不对? 怎么会这样评价? 原来他只要follow前一任的,他就是恶的王 所以,亚比亚他没有起来,把不对的修正 就是一个恶的王 何况,他这个人,你看他还是有一些 这个都是出于自己所做的事情 亚比亚跟耶罗伯安交战的时候 他这段话讲得好像很义正词言 但是,应该是出于政治的动机 不是出于说,为着神的道迫切 说,盼望他们赶快要回转归向神 不是这个原因 他是藉由强调自己在政治上跟宗教上的正统 要打击对方的士气 他强调大卫家是神所拣选的 他强调他们的宗教 立位人、祭司、亚伦的后裔,这个是正统的 强调正统的目的,是要跟对方打心理战 不是说,真正说,你们要归向神 为什么?就是刚刚所说的 他其实自己都没有归向神 所以很显然,他讲这番话 比较多是出于政治的动机 不是出于爱神 不过,虽然是亚比亚,他动机不是那么纯正 但是他所讲的话,其实没有错 其中有一些比较夸张的 但是,后面讲到关于劝以色列人 不要跟他们列主的神为敌 这是真的 另外一方面,犹大人他们倚靠神也是真的 当他们一看到,前后都有敌军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里面那种向神的呼求 这个应该是真的 所以,他们都起来吹脚,呼求神 因为他们倚靠神,所以神就出来做事 所以,圣经借着这个故事,就要显明 我们倚靠神,呼求神的重要 这个是历来自所要给我们看到的 当我们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 最要紧的是什么? 那时候,他们已经非常危急了 什么事都不能做,只能呼求神 就一呼求,神就做工了 所以,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面 谁是第一个起来呼求神的人? 以挪士 圣经里面讲说,谁生谁,谁生谁 刚开始,亚当生谁,生赛特 赛特又生以挪士 以挪士是第三个,对不对? 第三代 结果,他就讲说 从以挪士开始,人才开始呼求耶和华 为什么开始呼求耶和华 这个样的事情,需要记在圣经里面 就表示说,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第一个反应要怎么样? 呼求神,呼求耶和华 不是自己想办法 像该隐的话,一定自己想办法 自己解决最重要,不要找神 但是,神说最要紧的是要来呼求他 然后,倚靠他 所以这个时候,虽然敌军那么多 但是,神就出来做事 我们看,历代词跟猎王记对这件事情 或者说,对王的记载不一样 我们看到,犹大人得圣 从历代词上,他来评价 是说,因为他们倚靠耶和华 对不对? 倚靠耶和华可以说是他们的静音 也可以说,他们在记书上,他们呼求神,倚靠神 结果,神就做事 另外,从远一点来看 在后面看,是列王记的解释 列王记是说,因为神纪念他跟大卫的约 所以,他就坚立耶路撒冷 所以,虽然亚比亚这个人,不是一个对的人 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对 一个人不对,我们不能光凭计数 就来取悦神 但是,他上面是特别提到 还有更远的原因 是因为神纪念到大卫的关系 所以,神才纪念亚比亚 让他打了一场大的圣战 这场圣战是非常大 在以色列历史上 圣经里面所记载的 这场杀戮的人数 是所有战役里面最多的,死最多人的 他北国被杀了50万 超过任何一场战争 第二多的是,之后有一个是北国的比价 北国快要亡国之前,有一个比价 杀拜南国的亚哈斯,杀了12万人 接着第三个死亡最多的是 大卫那时候,俗连百姓引起的瘟疫 死了7万人 这个蓝色的表示说是瘟疫 白色的表示内战 另外一个,看得出来吗? 有个粉红色的 这次看得到吗? 耶! 那个是从外敌国来的 所以你看到这个 其实他们死,多半都是内战 第四个是,十一个失败跟别亚民 死了6万5千多人 然后,接着耶伯他杀拜余法年人 那个世事时代,四万两千人 被菲利士杀了3万人,这个是下一个 后面有两个瘟疫 还有一个是亚沙龙内乱,死了2万人 所以你看到,所有的战争里面 就这一场战争死的人最多 这场战争告诉我们什么lesson? 要依靠神 这样的例子,在历代字上面,就是一再出现 同时,在《四诗记》里面,也是一再出现 所以这两卷书,都是好像在讲到这方面的原则 这个是第13章 13章,最后他就讲到说 亚比亚渐渐强盛,不是因为他好 是神记念大卫家,娶了妻妾十四个 生了22个儿子,16个女儿 关于南北国的王,到底娶了多少个妻妾? 所罗门最多,加起来至少一千个 接着就讲到罗坡安 罗坡安少很多,那亚比亚就更少 之后大概就不太提了,都不太提了 只有一个叫做约阿斯 约阿斯说,那个祭司给他取两个妻 其他都不太提了 有的就是说多数,他的约然的妻子们等等 等于是最后,他提到亚比亚,他取了十四个妻妾 接着就是进到第十四章的话 我们就看到亚撒 现在我们是到了亚撒王年间 亚撒是南国第一个好的王 之前,我们看到罗坡安时代在埃及 有一个埃及王叫士撒 来攻击耶路撒冷,夺取了许多的金银 对不对?那是四撒王的时候 四撒之后,有一个王 下一个王叫做阿斯肯一世 这个时候,就是到了亚撒年间 亚撒年间,他这边提到说古石王谢拉 古石王有可能是阿斯肯底下的一个将军 古石在什么地方? 古石就在今天的苏丹 今天的苏丹就是在埃及的南边那个国家 在那个地方,这个谢拉可能是古石人 可能是在阿斯肯底下的一个将军 因为,这个四撒也好,阿斯肯也好 都是利比亚人,不是古石人 所以,有这么样的一个看法 他来攻打亚撒 这个军队人数非常的多 他说有军兵一百万 一百万,很难想象 那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南兵也不够六十万 这个军兵就一百万了,来攻打他们 他们南国的军队,加起来总共也不够五十八万 所以,他们出去迎敌的时候,亚撒就呼求神 那时候耶路撒冷在这儿,他们到了玛丽撒附近 到了玛丽撒附近 结果,亚撒就呼求神,做了一个很好的祷告 他说,第十一节 他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 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忍胜过你 所以当一个王,这样子全心倚靠神的时候 神就出来,以古斯人败在仰撒跟犹大人的面前 然后他们就一直追杀,追杀到基拉尔 基拉尔这个城市也都被他们攻破了 因为基拉尔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利斯人的城市 所以,可见基拉尔这个城市是帮助古斯王谢拉的 所以,这场战争,后来他们自己也被攻破了 所以,这个是亚撒一开始,他是先出偶像 对不对?出了偶像的时候 他说,神让国中太平十年之后,再发生刚才这件事情 我们接下来看第15章 打完了这场圣仗之后,接着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打完了这场大的圣仗之后 真的是击败一百万的军兵,这不简单 完了之后,回耶路撒冷的时候 这个先知亚撒利亚,就来迎接他 给他一番劝勉跟鼓励 叫他们要顺从神,要寻求神 他说,以色列不信真神,没有训悔的祭司 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 这第三节到第六节,这段话 有解经的人认为说,这可能是指着 士师时代的一些现象 士师时代就是这样子,他们个人任意而行 所以,那时候神就让他们受到一些攻击 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寻求神的时候 神就拯救他们 所以那个时候,可以说是applied在那段时间 总而言之,现在他就鼓励他们要刚强,不要手软 他说,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 亚撒被先知这么一鼓励之后 他就跟百姓大大壮胆 壮胆怎么样?本来是有点胆怯的 本来他其实已经除了蛮多的偶像了 这时候,他就除了更彻底 把他说,所有的可证之物,禁都除掉 不仅是在犹大跟变亚敏的地方 而且在他所夺的一些城市 也把这些偶像都除掉 而且重新修筑耶和华的坛 接着,他也跟这个百姓 跟神重新立约,第12节 要尽心尽义的寻求神 凡不寻求神的,都要被致死 所以众人就欢喜,他们就向神献祭 然后就尽心的启示,尽力的寻求神 他甚至于点了他祖母的胃,王太后的胃 我们看亚撒这个人 亚撒是南国第一个好的王 圣经里面对他的描述 我觉得有一句话,非常醒目的 亚撒的心一身诚实 虽然那时候秋坛还没有废去 就是说他所改革,还生了一个小尾巴 可惜,没有把秋坛废去 虽然秋坛是用来清拜耶和华的 但是,毕竟不是神规定的方法 但是总而言之,圣经说 这个人,他的一身诚实 什么叫做一身诚实? 这个诚实,不是说他这个人不说谎话 这个人实实在在,不是这个意思 这个诚实,这个原文叫做Shalem Jerusalem,Shalem Shalem,这个字就是诚实这个字 其实他的意思是完全 他的心一生都是很完全的 所以,英文怎么样翻译这个字? NIV怎么翻译? Jerusalem,第17节 Azhar's heart was fully committed to the Lord all his life Fully committed,就是完全 他完全怎么样?完全像神为生 所以,他的心一生完全 也可以把它翻译成怎么样? 他的心一生都是像神绝对 所以,亚撒是一个像神绝对的一个人 这是他的一生当中最大的特色 像神非常绝对 所以,你看到他后来15章的第8节 说他把各个地方的那些可证之物怎么样? 禁都除掉 他除掉,不是指除一部分 这些看不顺眼的除掉 有些看起来比较顺眼的,就留着 不是,他是禁都除掉 可证之物,只要是可证之物 什么叫可证之物?就是偶像 然后另外,12节他说,他们就立约要怎么样? 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尽心尽性,就是完全没有保留 就是绝对的要来寻求他们的神 亚撒这个人,应该让他做事非常的绝对 不是不温不火 不是慢吞吞,慢嫖失礼 他是完全的,他是绝对的 然后后来怎么样? 他们立了约之后,起了事 犹大众人就为所起的事欢喜 因他们是怎么样? 是尽心起事,尽意寻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是他们士尽平安 所以他们起事也是尽心的 寻求耶和华也是尽意的 所以,这个是亚撒还有他带出来的百姓 共同的一个特色 就是完全,就是绝对 所以,因为他的心一生都是绝对的 都是诚实的 所以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 直到后来,亚撒到了晚年 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 很可惜 那时候,先知就责备他 责备他,然后说了一句话 第16章第9节 我们先读一下这一节 耶和华的眼目,骗查全地 要显大能帮助什么? 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所以,这个地方也是讲到 诚实,就是绝对,就是完全 神是要显大能帮助什么样的人? 向他心存绝对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跟随神 我们今天要走神的道路 我们里面要绝对 神在里面对付我们一些什么事情 我们就是绝对的跟从,绝对的顺服 不是半心半意,三心二意 就是要绝对,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 把那些可证之物,尽都除掉 这个叫做绝对 这后面只有一点,我们就再读一下好了 16章 亚撒可惜,到晚年的时候晚节不保 你看,亚撒那时候 古石王谢拉来攻击他之后 他那时候就跟百姓立约 从所夺的东西当中,拿了一些来献祭 那时候他讲的时间是亚撒王第15年 所以在亚撒王15年之前 等于是神赐给他,都太平了 他知道15年发生了这场战争,也大得全胜 接着,他说在亚撒第36年的时候 发生另外一场事情 这个36年是,他说 巴撒全来攻击犹大,修卒拉玛 这个第一节所说的 可是你看这个图 36年,那时候北方的王 已经不是巴撒了,已经是案例了 所以有人说,奇怪了,这样算一算 其实到了亚撒25年的时候 巴撒就死了 所以这一段的话,好像不知道什么地方不太对 有人就想说,36年 不晓得会不会写错了,应该是16年 如果16年的话,上一章的第19节 他说,直到亚撒35年都没有深战的事 这个35年,他们说应该是15年 可是这样子也怪怪的,对不对? 因为第10节才说 亚撒15年3月,他们聚集在耶路撒冷 然后19节说,从这时直到亚撒15年 都没有真战的事 这同一年,这样讲 这个语气也是怪怪的,对不对? 怎么会说,从同一年直到同一年 都没有真战的事 所以这应该要怎么解释呢? 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是什么地方? 抄写 抄写可能有错 但是好了,我们现在 先不管这个时间的问题 我们只知道说,这当中 就是有发生这些事情 现在他说,有巴撒上来攻击犹大 怎么回事 南国首都是耶路撒冷 北国那时候的首都叫做德撒 德撒 后来迁都,迁到撒玛利亚 那时候还是德撒 他们之间,有个地方 伯特利是他们两个之间 然后他现在,巴撒到了拉玛这边来 要修卒这个拉玛 要来做一些防御工事 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 什么叫做不让人从他那里出入? 因为那时候,你看到前面第15章 第15章第9节说什么 他说,有许多以色列人归降亚撒 因为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 所以那时候,许多以色列人 北国的人,就去跑到南边去了 然后甚至于,另外有一些人 到耶路撒冷去过节 所以,北国他们巴撒网的时候 这样下去,还得了 所以,就在拉玛那个地方 修卒一些防御工事 我们看,把这块小块,把它放大 它就北国巴撒,就到拉玛这边 修卒防御工事 你看那个紫色的U字形 就表示,它这个是向着南边的防御工事 对着南边,这个好像是墙一样 这个时候,亚撒他的反应 这个时候,他就求助于北方 东北边的亚南国 亚南国的首都是大马赛 就是大马士阁 然后,变哈达王,他就答应了 他就攻击,攻击以色列的北边 包括以云,亚伯,伯玛加,还有蛋 一直到基尼列 基尼列湖就是加利利海 把这边都攻下来了 攻下来之后,巴撒一看到情况不对 就撤退,就回到德撒去 就把拉玛的工程,就放弃了 这时候,南边亚撒,就到了拉玛这边去 把他留在那边的那些石头、建材 都搬去另外两个城市 一个叫做米斯巴,一个叫加巴 他就来修筑这两座城 你看那个绿色的,是向着北边 紫色的是向着南边 所以,他这两个座城 是向着北边的防御工事 所以,他就剪现成的,好像很聪明 然后,之后等到巴撒死了之后 南北国的边界,就在这中间 一直到北国灭亡 大概这边界就不太变了 不然的话,中间有一块 比较灰色的那一大块 是在亚撒之前 他们边界,地下湖南,地上北边 就在这段时间,边界不太稳定 但是,巴撒死了之后 这两国的边界,基本上就不太变了 因为两国之间,战事也就比较少了 亚撒做了一件事情 好像看起来还蛮聪明的 但是,被先知责备 责备他怎么? 他说,为什么要去依靠亚南人? 这个事情做错了 你看那时候,古识人来攻打你 一百万的大军,神都可以让你得胜 你现在为什么这样做呢? 结果,亚撒这时候算是年纪比较大的 也是自得意满,结果不是那么谦卑了 听了先知的话,就很生气 就把先知下在监牢里面 那时候,他也下手曾经虐待了一些老百姓 这个是他晚年所做的一些事情 甚至于到最后,他生病,脚上生了个病 结果圣经说,他没有求问神,没有求告神 反而去求医生,结果后来就死了 所以,我们把先知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说 烟花的眼目,骗查全地要显大能帮助 向他心存诚实的人,要心存绝对 我们只要向着神绝对,神就要显大能帮助我们 神有时候好像不做事,不是因为神不会做 是因为我们心向着祂不够绝对 所以,我们顺服神 有时候,顺服过头,胜过不顺服 胜过于不够顺服 顺服过头,你说,那不是吃亏吗? 不会,神会把我们过头的部分,会再补还给我们 所以,不要担心顺服过头 我自己说过嘛,我那时候为着说 听到说,要绝对的顺服神 然后,要除掉所有的偶像 那时候,我的偶像是什么? 一大堆的解经的书 这次不是很属灵吗? 但是我后来想说,我为了要完全依靠神 我不要再拿这些作为我的夸耀 我就把那些书全都丢了 但是我来想说,顺服过头 甚至于,超过顺服不够 所以,就把它全丢了 全丢了之后,我觉得就更多的感受到神的同在 后来,神也圣灵充满我 当然到后来,我又把一些书又再买回来了 因为后来发现还是需要 但是,那是经过很多年之后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的时候,我看到 虽然我当时好像是顺服过头 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吃亏 因为神在别的地方,就更多的满足我 等到有一天,我又需要那些的时候 我当然,陆续再买一些回来 但是,也没有全买了 就是一些比较,我觉得需要的这样子 但是,我从来没有因着当时顺服过头 甚至别的东西把它撇下 我没有后悔过 因为神配得我们,撇下一切来跟随祂 所以,这个顺服,这个诚实就是完全的意思 就是绝对的意思 亚撒的一生,我们就看到可以分几个阶段 我们不要,如果说不看他刚刚年份的这个问题 他可以分成早期 早期就是,他一开始除偶像 神就让他国中太平十年 中间这一段时间,就是他呼求神 然后,神让他击败了古石王 这时候,他在先知的古义之下 他再除掉更多的偶像 跟神立约,这时候国中太平二十年 中期,算是神让他更加绝对 然后,晚期,这时候就是可惜 那时候,他倚靠亚兰,击退巴沙 然后,逼迫先知虐待人民 他缴生病,他没有求神,只求医生 这是亚撒的一生 所以,我们看到亚撒 我们可以给他下个结论 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对神绝对的人 但是,可惜是晚节不保 但是,即使这样子 圣经里面最后对他的评价 还是他是一个好的王? 今天我们所读的,我们就看到两个王 一个是亚比亚,一个是亚撒 亚比亚,他做的一些事情好像是对 但这个人问题是,他没有向神 存一个诚实,绝对的心 他说,不向大卫,向着神的心是什么? 沉沉实实的 这个是在列王记里面所说的 但亚撒却是向着神,存诚实的心 绝对的心 这是我们要效法的 总而言之 但是,这两个故事里面,让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他们全心依靠神的时候 神就出来为他们做事 神不让他们失望 今天内容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就是有点好奇 就是关于圣经里面对和平跟战争的一些看法 所以就是,很多时候就是说 这个王,他期间是有和平的 然后就要有一个战争 然后,这个战争中神 要嘛,这个网友不是呼唤神? 他没有呼唤神? 不求神 但是,在这个中间就是 如果他之前行的是好的话 那这个战争,为什么的起因又是在哪里? 起因,你猜 很考验 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介绍 我们今天,我们认识神之后 然后,我们追求神 神让我一切都很平顺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突然发生一些事情 这个原因是什么? 就是像你刚刚所说的 经过一段时间太平之后 突然一场战争来到 他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觉得什么原因? 就是在讨厌他最想的是什么 然后,如果通过了 他就到下一个level 大家同意吗? Fill,这样讲,make sense吗? 不错 是不是说,后,每一场战争过来 是不是说,如果你通过 会吸引你很多的财富? 财富 Anyway,但是经过战争之后 让他们更加的明白神的真实 更加的倚靠神 所以,对基督徒来讲 每一个考验,每一个难关 其实是神化妆的祝福 是要让我们的灵性更加的成熟 亚撒他前面早期完的时候 他有两次其中考,对不对? 早期完的时候,第一个其中考过了 神就让他在太平二十年 第二个其中考就fail了 倚靠亚兰 所以他到时候晚节就不保 所以神每隔一段时间 有时候会给我们一些考验 不要觉得奇怪 但是实际上,考验完的时候 是一个更大的祝福